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要看Signify第十一节的第二部分 这边的话呢 我们要来再键这个Dictionary 在前一节我们已经谈到说 我可以通过这个方括号来逐一键 但是有没有更高效的方法呢 这里其实有写一个方法 就是我也可以直接用大括号这样子来键 所以这是Russia 然后这莫斯科这样一个一个键出来 那通过大括号 冒号 逗点 这样是一个标准的键法 那你也可以怎样呢 你也可以把这冒号改成等号 这边就要放一个什么Dict 那这里呢跟前面还有一个差别就是什么 我这种Dict呢 在前面 在前面谈完了符合变数的规则 例如说Python的变数呢 你上EERA 我们执行 这边就会出错 对 但是呢 如果你用引号的话呢 其实是没关系的 这边是没有问题 所以呢 用第二种方式呢 就要注意说 你不用加引号 但是呢 要符合正常的变数规则 我们把每个的结果呢 都是在输出一下 好 在前面 那在第二个做的时候呢 它其实后来这边也会自动加一个这个引号 那接下来第三个键法是什么 我里面呢 放一个这个List 里面放一个List 用方括号是个List List里面又有一个圆括号的数对 前面就是Key 后面就是Value 所以呢 我可以用一个List里面包含很多这个数对方式 来建一个Dictionary 但有些情况 Key跟Menu 是两个个别已经建好的这个List 那我们今天要把它变成这个数对呢 也可以通过Zip这指令 把它绑在一起 好 我这里呢 再稍微示范一下 这边就是那个 这边就是国家 例如说这边有个CS 就等于这个国家 那这边就变成CAS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首都 好 那这个呢 我就可以把它通过这个Zip Zip成一个这个数对 那Zip成一个数对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输出 我这里先看一下它Zip完的结果 这边先把Zip的结果呢 给大家看一下 直接PrintZip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 它是一个这个物件 那如果想要看里面的东西 我们可以这样写 For i in这个Zip 把它逐一读取出来 然后呢 再Print i 我们再执行 所以呢 通过Zip呢 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这个配对 只要配对好 我就可以通过Dict 再把它转换成Dictionary 所以今天如果是对于少量资料 我们可以用前两种方法来建立 它对于已经存在的这个List 要转成Dictionary 用这Zip就是一个蛮重要的方法 用这Zip就是一个蛮重要的方法